8月19号开始 中国交易所停止公布 每日外资进出入数据 让中国股票市场变得更不透明 外资持续撤离中国 16号 中共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前7个月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 相较去年大减了29.6% 不过2023年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表现就已经不好 总额330兆美元比2022年大减了82% 创下1993年来最低纪录 今年第二季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更是出现负值 净流出148亿美元 如果外资撤离超持续 中国今年恐怕会出现首次外国直接投资 年度净流出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辉模张其林综合报道